教育部早些时候宣布 学校将从9月1日起分阶段开课 然而距离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确诊冠病的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大多数家长表示 他们的孩子没有接种过疫苗 没有抗体保护 少数教师也未完成两几疫苗接种 此外死亡人数也在上升 因此不认为 此时是让孩子实体上课的好时机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李安华 质疑9月1日复课能否做好充分准备 安华批评教育部 于9月1日匆忙宣布开学 称这反映了国盟政府的失败 问题是是否所有教师都接种了疫苗 复课后如何保证师生安全 疫情红区的失声应采取哪些措施 他质疑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教育部就于9月1日宣布开学 他说 现在各界都在敦促首相丹斯李慕尤丁和国盟政府下台 但这和有多少国会议员支持无关 而是因为许多人因关心病而丧生 因此我们提议更换新政府 以更加坚定和大胆的解决冠病的危机 据新州日报报道 受访家长指出 很多孩子都很活跃 见到好久不见的同学 难免会感到兴奋 如果不注意 就会忘记遵循标准作业程序 除了学生人数众多 老师也无法一一督导 因此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他们不同意让孩子们返校 如今 确诊病例呈上升趋势 森州疫情未见好转 死亡人数也越来越高 对于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来说 现在不是返校的好时机 他们说 虽然网课不如实体课效率高 家长还要加倍努力监督孩子 把作业交给学校 让老师代为改正 但为了孩子的安全 他们都认为宁可麻烦 也不愿让孩子置身于危险之中 由于国盟政权摇摇欲坠 西蒙呼吁所有国会议员 共同对抗慕尤丁首相 支持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为新任首相 包括公正党主席安华 诚信党墨沙部和行动党林冠英在内的西蒙领导人 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所有反对首相 单司礼慕尤丁的国会议员 支持拿督司礼安华出任首相 证明安华在国会占多数 希望各政党团结一致 在谈判桌上共同商讨 组建一个全面公平进步的政府 西蒙主席理事会表示 新冠肺炎活跃病例超过20万例 加户病房有超过1000多名患者 每天有数百人死于新冠肺炎 再加上困扰人们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 由一位具有合法性 并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领导 众所周知 目前只有100名国会议员支持慕尤丁担任首相 120名国会议员不支持他 但他拒绝辞职 西蒙主席理事会表示 人民希望政治领导人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使得值得信赖的领导人能够挺身而出 帮助控制疫情蔓延 促进经济复苏 西蒙主席理事会重申支持安华 作为首相候选人的立场 西蒙也不同意举行任何大选 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因此 西蒙主席理事会 邀请所有半岛慕尤丁的国会议员 支持安华作为首相候选人 证明他有足够的支持 在国会中形成新的多数 为了人民和国家的未来 到慕尤丁的所有政党 现在我们需要聚集在谈判桌上 组建一个包容公平和进步的政府 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 因此 西蒙主席理事会指出 各方能够团结在一个 以人为本的政府之下 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在对首相进行信任投票之前 纠正国盟的所有失败和缺点 安华解释说 要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 需要一个稳定 值得信赖的政府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和值得信赖的政府 因为许多商业组织 日本 德国等商业组织认为 我国的政策 非常严格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固定的政策 过去一年半使用的方法不能采用 重复同样的方法 也不能期待不同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在严格的条件和规范的操作程序下 多个经济领域将分阶段开放 使人们能够维持生计 他承认他的提议有风险 但可以通过明确的政策来实施 他直言 当有些人还在考虑个人利益的时候 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这不是经济 他正在吞噬人民的财产 这不一样 如果我们专注于消除这些贪婪的人 经济就可以复苏 我相信我们可以逐渐恢复 我不同意开放 除非每个人都在开放前接种疫苗 前首相纳吉炮轰我国 是今年在全世界封锁时间最长的国家 他也是唯一一个封锁 持续时间最长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在暴涨的国家 他开玩笑说 其他国家封锁之后 病例数会减少 我国封锁后 病例数有所增加 直到他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纳吉在脸书帖子中指出 我国去年经历了为期45天的行动限制令1.0 MCO1.0 今年晚些时候 他还经历了行动限制令2.0和3.0 今年到目前为止 限制2.0和3.0已长达144天 他还在另一篇帖子中表示 首相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半生部署的旅行限制令3.0 已经整整三个月92天 在此之前 年初实施的半生部署的出行限制令 2.0也持续了51天 去年严格的限制令1.0 只实施了45天 马来西亚是今年封城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也是唯一封城时间 越长确诊病例越多的国家 他说 年初至今的222天中 有143天 我们都在2.0或3.0的现行下 其余时间是有条件限制令